这些农民的胆子也太大 竟敢收官员的钱 市委书记的车竟然还要收过桥费 这让罗书记很是恼火 宁愿绕到十几公里 也不愿意受着冤枉气 到了晚上 罗书记的气也还没有消 真是不像话 我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 还没等我们进火葬场呢 连过个小桥都要收费 人家过桥 不是要交钱吗 怎么轮到你头上 就冒火呢 这不是几个钱的问题 这是方向 你懂吗 这不是几个小桥都要收费 这不是几个小桥都要收费